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美國大選進入最後的衝刺階段 10月23日晚上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卡馬拉·哈里斯 在CNN市政廳活動上的表現 再次受到了批評 奧巴馬前顧問大衛·阿克薩爾·羅德稱之為文字沙拉城 而政治分析師馬克·哈爾佩林認為 這是壓垮許多民主黨人的最後一根稻草 與此同時 投資界大佬對川普勝選越來越有信心 10月24日 傳奇投資者斯坦·德魯肯米勒表示 股市確信 唐納德·川普將贏得總統大選 而在前一天 股神沃倫·巴菲特也罕見表示 今年不會支持任何一位總統候選人 意味深長 在開始今天的話題之前 我們先報告一條工商信息 上網為什麼需要ExpressVPN? 如果對你有用 歡迎通過新視野的專用鏈接 訂閱ExpressVPN 每月只需要6.67元 沒有用ExpressVPN上網就如你的智能手機沒有保護套一樣 每當你在咖啡館、酒店或機場等地 連接到魯加密的WiFi時 你的在線數據就暴露在黑客面前 黑客並不需要太多的技術 只需要一些廉價的硬件 一個12歲的聰明孩子就能輕而易舉地竊取你的個人信息 包括銀行賬號和密碼 但是使用ExpressVPN就能在你的設備和互聯網之間 建立一個安全的加密隧道 它使用簡單 只需點擊一個按鈕就能保護你的隱私 而且它使用於所有設備 包括手機、筆記本電腦和平板電腦等 這就是為什麼ExpressVPN被CNET The Verge 和其他無數出版商評為第一VPN的原因 別再猶豫 通過我們給的鏈接購買一年的ExpressVPN 你將獲得額外三個月的免費服務 www.expressvpn.com.nv 下面 我們開始今天的節目 自從今年7月底 哈里斯接替拜登 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以來 他最大的問題是選民對他並不了解 奧巴馬的高級顧問埃里克·舒爾茲 曾說 民主黨要想取得成功 哈里斯就必須到處露面 10月23日晚上 哈里斯出席了由CNN主持人安德森·庫博 在賓州費城切斯特政主持的一場市政廳活動 在被問及邊境危機時 哈里斯對拜登哈里斯政府的邊境和移民政策進行了闡述 在當晚的活動上 庫博首先問哈里斯 讓我們談談你當選後想要通過的這項妥協法案 你說 這將是優先事項 其中包括為邊境牆提供6.5億美元的資金 這是共和黨人想要的 也是妥協的一部分 在唐納德·川普執政期間 你批評邊境牆超過50次 你稱他愚蠢 無用 是一個中世紀的虛榮項目 邊境牆愚蠢嗎? 這本是一個送分題 哈里斯完全可以正面回答 以贏得選民們的支持 然而 他並沒有直接回答 而是開始攻擊川普 他笑著說 我們來談談唐納德·川普 關於邊境牆的事吧 記住 唐納德·川普說墨西哥會出錢 拜託他們沒有 他修建了多少牆 我記得我看到的最後一個數字 是2%左右 然後 當他要拍照的時候 你知道他在哪裡拍的嗎? 在奧巴馬總統修建的那部分牆上 庫博想把話題拉回來 他提醒哈里斯說 但你同意了一項撥款 6.5億美元 用於繼續建設的法案 哈里斯回應說 我保證 我將提出這項跨黨派法案 以進一步加強和保護我們的邊境 是的 我會這樣做 我將與各黨派合作 通過一項全面的法案 以解決支離破碎的移民制度 他繼續說 我們需要一位 立足於常識和務實成果的總統 比如 讓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讓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為什麼在這個問題上要有意識形態的觀點 讓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庫博追問 所以你不再認為這很愚蠢了? 哈里斯仍然沒有回答 而是繼續攻擊川普 說 我認為川普他所做的事 以及他做事的方式沒有多大意義 因為他實際上什麼也沒做 我剛才談到了那堵牆 對吧? 我們剛剛談到了他 他實際上什麼也沒做 哈里斯對川普邊境牆的描述 與實際有很大出入 事實上 美墨邊境長達3100多公里 川普計劃在任期內建成450英里 約合724公里 高達9米的邊境牆 大約需要資金150億美元 但由於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的阻撓 只批准了50億美元 為此 川普動用未指定用途的 軍事建設資金和其他賬戶 從國防預算中 劃撥了近100億美元 用來修建邊境牆 到2020年10月 美墨邊境牆 已經完成近645公里 但拜登上台後 邊境牆的建設基本停止 一些建築材料被低價出售 在當天的市政廳活動上 主持人還要求哈里斯解釋 為什麼在今年夏天與拜登進行第一場 總統辯論的幾週前 政府就採取了行政措施來遏制非法越境 而沒有更早的發布這樣的命令 哈里斯告訴庫博說 安德森 你說的完全正確 截至今天 我們已經將移民數量減少了一半以上 事實上 我最近看到的數字是非法移民 庫博追問道 如果採取行政措施就這麼容易 那麼 為什麼不在2022年或2023年就這麼做呢? 哈里斯回答道 因為我們正在與國會合作 並希望能夠真正解決這個問題 而不是短期解決方案 庫博接著問哈里斯 是否希望自己在2022年、2023年 發布那些行政命令 哈里斯似乎想在邊境政策上 與拜登保持一致 他說 我認為我們做了正確的事 但對美國人民來說 最好的事情就是兩黨齊心協力 我向你們保證 我將與兩黨合作解決這個 長期存在的問題 我認為美國人民都要求這樣做 南部邊境問題是今年大選的焦點問題 但哈里斯在關鍵問題上 並沒有抓住機會表明自己的立場 讓民主黨人感到不滿 前奧巴馬顧問 政治評論員大衛·阿克薩爾羅德 將哈里斯不斷重複 又毫無意義的回答 稱為文字沙拉城 隨後 文字沙拉城一詞迅速被網路廣泛引用 阿克薩爾羅德說:「我擔心的是哈里斯 他不願意回答問題 他習慣於滔滔不絕地回答問題 他對幾個問題的回答都是這樣 安德森直接問了個問題 哈里斯回答了7分鐘 但都與提出的問題無關 阿克薩爾羅德還說:「在某些問題上 比如移民問題 我認為哈里斯他錯失了一個機會 因為他不承認對政府的任何政策有任何擔憂 這是一個錯誤 有時你必須讓步 但他並沒有讓步太多 不過 阿克薩爾羅德想淡化對哈里斯的批評 他說:「是的 他的處境更加困難 因為他必須在90天內向美國人民介紹自己 而堂腦的川普我們已經見過很多年了。」 他繼續說道:「而人們確實想瞭解卡馬拉·哈里斯 所以他的回答受到了更嚴格的審查 因為人們在尋找他是誰 他們要去哪裡的線索 這給他帶來了額外的壓力。」 CNN主持人達娜·巴什也想安撫哈里斯 他說:「儘管哈里斯沒有回答幾個問題 但是他站在選民面前 並直接與他們交談 就是一種勝利。」 10月24日 民意調查專家弗蘭克·倫茲 在CNBC的財經頻道《Squalk Box》節目中 批評哈里斯迴避問題 轉而抨擊川普的做法 並認為 這完美地說明了 為何哈里斯的競選活動舉步維艱 倫茲認為 哈里斯在回答問題時 應該直接表示支持修建邊境牆 他說:「我認為這段視頻準確地說明了 哈里斯目前陷入困境的原因 我不明白為什麼競選團隊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他們應該問他 你對隔離牆持什麼立場?做了什麼? 而不是直接把話題轉到唐納德·川普身上。」 CNBC主持人安德魯·索爾金向倫茲施壓 詢問倫茲 哈里斯應該如何回答庫勃的問題? 倫茲說:「哈里斯他本應說 在最初的24小時內 我將提出支持修建邊境牆的法案 並支持進步人士的夢想法案 他們希望那些無辜的人能夠入境 並改善非法移民制度 以便更多人能夠通過正當途徑來到這裡 這是一個如此簡單的妥協 但他沒有說出來 隨著競選活動接近尾聲 哈里斯改變了自己的宣傳口號 從宣傳歡樂轉變為試圖將川普描繪成對美國的威脅 倫茲表示 如果哈里斯只是攻擊唐納德·川普 他將無法贏得選舉勝利 10月24日 政治分析師、記者馬克·哈爾·佩林 在他的推位平台上表示 民主黨現在意識到 隨著總統競選活動接近尾聲 哈里斯將沒有機會磨練自己的技能 他說 我們不會在這裡過分誇大 說一切都結束了 前總統唐納德·川普會贏 但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很多內容 對卡馬拉·哈里斯來說 都不是好事 哈爾·佩林說 你可以在早間電視上看到 民主黨評論員試圖保持面無表情 顯然 他們和許多民主黨捐助者 和民主黨當選官員的感受一樣 那就是 哈里斯他沒有時間變得更好了 他補充說 我認為 新聞週期中最大的新聞是 除了川普愛希特勒之外 哈里斯他昨晚的表現 是壓垮許多民主黨人的最後一根稻草 民主黨戰略家丹·特倫廷首先斷言 哈里斯有效地推進了他的信息 指責川普是法西斯主義者 然後對哈里斯的表現表示了擔憂 特倫廷說 民主黨圈子認為這是一場災難 很明顯 哈里斯現在真的沒有能力回答這個問題 我為什麼要支持你 我希望有足夠多的選民決定他不必這樣做 但我對此沒有信心 根據真實清晰政治民意調查的平均數據 哈里斯目前在所有七個搖擺州都落後於川普 哈爾佩林斷言 如果目前的提前投票趨勢持續下去 川普將於11月5日當選總統 隨著大選臨近 一些知名投資者 也對哈里斯失去了信心 斯坦德魯肯米勒是美國億萬富溫投資者 慈善家和前對沖基金經理 兼杜肯家族辦公室創始人 被稱為傳奇投資者 目前淨資產約為69億美元 1988年至2000年 他曾擔任量子基金的首席投資組合經理 為喬治·索羅斯管理資金 因此而文明 據報導 他在2008年賺了2.6億美元 據彭博社10月24日報導 德魯肯米勒在接受索納利·巴薩克採訪時表示 股市確信 唐納德·川普將贏得總統大選 他說 銀行股和加密貨幣中的一些線索表明 市場正在消化川普獲勝的預期 在10月16日的節目中 巴薩克詢問德魯肯米勒 針對本屆選舉週期的策略是什麼 以及他認為下個月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是什麼 這位71歲的億萬富翁表示 形勢在不斷變化 如果你12天前問我這個問題 我會說 我一點頭緒都沒有 結果仍然難以預料 我不知道誰會贏得選舉 不過 他表示 自己喜歡從股市中 尋找經濟未來的指標 並在選舉期間提供線索 他說 我記得1980年市場 對羅納德·里根的判斷非常正確 儘管專家們對此有何評論 我必須說 在過去的12天裡 市場和市場內部都非常確信川普會獲勝 德魯肯米勒還說 你可以在銀行股票中看到他 可以在加密貨幣中看到他 甚至可以在他的社交媒體公司DJT中看到他 他補充道 放鬆管制的行業 可能會從川普的政策中受益 或者表現優於其他公司 作為共和黨捐贈者 德魯肯米勒是新澤西州前共和黨州長 克里斯·克里斯提的主要支持者 2015年 他向克里斯提、傑布·布什等總統候選人 捐贈了30萬美元 2024年 他支持尼基·黑利 在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中 德魯肯米勒並沒有支持川普或哈里斯 他說 自己可能不會投票給任何一位候選人 他認為 他們的產業政策 對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同樣不利 而哈里斯的政策對監管和商業而言更糟糕 他說 我不會評判任何想投票給川普的人 但對我來說 這只是一條紅線 所以 當我去投票站時 我可能會寫下某人的意見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 在川普獲勝後 各大對沖基金都在為獲利做準備 報導稱 包括丹·勒布在內的一些大型對沖基金經理 正在支持一些交易 如果川普下個月當選 這些交易可能會帶來回報 勒布認為 川普獲勝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與此同時 有股繩支撐的傳奇投資者 沃倫·巴菲特表示 他不會支持哈里斯或川普擔任總統 這位94歲的伯克希爾·哈薩韋公司的首席執行官 身價約1463億美元 其持股的頂級公司包括蘋果、美國銀行、 美國運通和可口可樂 他自1956年起執掌伯克希爾公司 持有該公司股票的投資者 已獲得5500%的收益 最近十幾年 巴菲特都支持民主黨候選人 2016年 他支持希拉里·克林頓 而不是川普 而在2008年和2012年 他則支持巴拉克·奧巴馬 然而到了今年 巴菲特明確表示 他不會支持卡馬拉·哈里斯或唐納德·川普 擔任2024年總統 10月23日發布的奧馬哈聖人公司的一份備忘錄稱 巴菲特不會在選舉中表明立場 任何其他暗示都是欺詐行為 該聲明還警告稱 在Instagram上出現虛假代言後 人工智能可能會被用來描繪他的肖像 作為傳奇投資人 他不支持任何候選人的表態 實際上 無聲勝有聲 似乎表明 他更相信川普將贏得大選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點讚和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